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多肉植物老庄给人一种稳重沧桑的感觉 视觉效果非常特别 但多肉植物老庄可不是这么容易就能练成的 不仅需要时间沉淀,还要选对品种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多肉植物都可以养成好看的老庄 一般来说景亭科的多肉植物是最适合养老庄的 下面一起来看看多肉老庄是怎样练成的吧 多肉老庄主要是指那些生长多年 有明显主干或分支的多肉植物老庄 一般的多肉植物老庄都是减天克植物 要养成老庄,少则一到两年,多则需要三到五年 看多肉的长势,如果抛却时间的话 那花友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多肉植物会自己形成老庄的形态 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利用多肉植物土长来制造微老庄 很多商家为了牟利就是这么做的 方法也很简单 把多肉植物放在缺少光照的地方 任其土长,然后掰掉下部的叶子 制造假的多肉老庄 不过这种方法养成的老庄 有很多可以改造的地方 不同的花友也会有不同风格的老庄作品 一般的多肉需要放在室外养护 尽量接受光照 另外浇水施肥要进行适当控制 水不能太多 一般十天半个月浇水一次 水多了容易造成枝条一片土长 肥料可每年施加五到六次即可 尽量选择在生长期 每年的秋冬季节 这样能让枝条长壮 加快木质化的速度 木质化的老庄才是最耐养的哦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